小红母鸡 从前有一只小红母鸡 想要种麦子 谁愿意来帮我种麦子 他问 我不愿意 狗说 我不愿意 猫说 我不愿意 鸭子说 你看 他们几个都很懒 那我就只能自己来种麦子了 小红母鸡说 不久 所有的麦子都长高了 谁想来帮我割麦子 小红母鸡问 我不想 狗说 我不想 我不想 猫说 我不想 鸭子说 那 我只能自己来割麦子了 小红母鸡说 小红母鸡说 不久 不久 所有的麦子都割完了 谁要来帮我 谁要来帮我 谁要来帮我磨麦子 小红母鸡问 我不要 狗说 狗说 我不要 猫说 我不要 鸭子说 那 我就只好自己来磨麦子了 小红母鸡说 不久 所有的麦子都磨成了粉 谁想来帮我烤面包 小红母鸡问 我不想 狗说 我不想 猫说 我不想 鸭子说 那 我就只好自己来烤面包了 小红母鸡说 不久 所有的面包都烤好了 谁愿意来帮我吃面包 小红母鸡问 我愿意 狗说 我愿意 猫说 我愿意 鸭子说 不 因为你们都没有帮忙 所以我只能自己来吃面包 小红母鸡说 然后 他自己吃了面包 还在面包上 抹了果酱 我愿意 你 我愿意 你 你 我愿意 我愿意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